大家好,欢迎今天大家来听我们Valcony Saloon的第16期演讲设计思考 然后大家还不熟悉我们组织,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组织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成立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social platform 就是当时成立的初衷是希望能给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分享自己的爱好 然后可以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然后可以去结识一些跟自己有相同志同道合的人 然后我们成立至今已经办了15期讲座 然后总共有36个speaker 然后我们涵盖的话题有艺术、体育、科学、哲学、音乐、创业 所有你能想到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讲 然后我们今天这期的speaker要讲的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很多人听到这个话题之后不知道他具体是讲些什么的 然后我们想先跟大家看一个简短的video 然后看完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是继续讲什么 同样在教育界掀起的一场革命 它源自于美国最高学府之一的Stanford大学 这几年最热门的课程它叫做设计思考 要你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然后把创意变成一门好的生意 学生们必须在10周内成立一家真的公司 然后去设计一个有竞争力的商品 所以很多人毕业以前就是老板了 华尔街日报甚至大胆预测 在未来设计学院很有可能会取代商学院 我们一起来看看 Kafari跟Gupta是2010年才从史丹佛工学院毕业的电脑工程师 他们在毕业前却已经成立一家公司 设计一个叫做Pulse的iPad新闻阅读程式 它让你在简单的操作界面上 一次可以浏览多达60家媒体的资料 Pulse有多好用 它说的应该没错 毕业两年 Kafari跟Gupta的公司已经价值数千万美金 而他们的学姐Jane同样在毕业前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产品 她为第三世界的早产儿设计了只要25美金就买得到的低价保温器 Jane希望在2015年前可以累积拯救100万条的新生命 今年她被世界经济论坛列为全球年轻领袖之一 协助Kafari跟Gupta创造巨大商业价值 还有Jane开创社会价值的 正是美国史丹佛大学近年来最热门的课程 设计思考design thinking 我们来到属于史丹佛工学院里头的D-Score 要了解到底什么样的课程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创新思维 D-Score is a place at Stanford where students from all of the seven graduate schools can come together and take classes on these photos like where they are studying 也就是说课堂上面医学院的学生会跟工程系商学院的同学一块脑力激荡 What we really believe to be true about innovation is that it takes people looking at things in new ways and looking at proble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o actually by creating this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work together we're starting to see new ideas really innovative solutions 邀请我们今天的speaker Tristan 大家请讲 你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设计思考这个概念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第一次听说 我自己也是大概在几个月前才听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说这个概念 或者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这么感兴趣 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个东西觉得它很好 想分享给大家是因为平时我大概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说你学设计的 我也想学设计的 但我不会画画怎么办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把设计思考推荐给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它是在一个思维层面里的 在一个逻辑层面里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不需要真的 如果他们的朋友会画画或者会做一些手壳上设计的工作 他就可以把设计的精神学过去 应用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上面 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的问题 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想法 各位介绍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香港应用科学技术的中院里面 带一个交互设计团队 最主要是设计一些 企业与消费的电子产品的用户体验 包括电子医疗的 包括电子学习的 包括一些数字家庭的东西 那我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大家要听得认真一点 你们会发现 你们现在手里拿的那个newsletter上面 角落里有一数字 就是大家的分组 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challenging的question 会让大家分组讨论 然后再present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 而且刚才说了 三周一万美金 这一堂课就几千美金 那我就开始 首先我要先澄清一下 刚刚那个video里面说什么 dschool会取代bschool什么乱七八糟的 完全是因为它的标题 跟我一点关系 因为其实在设计的那个逻辑里面的话 它不存在ideal odd这样的一个逻辑 它一定是企图去平衡 去balance 两边的优点 这样把它结合起来 整个死 那今天我要讲 那个design thinking 它其他的核心 那其他大为很广 那它的核心呢 就在下面那个副标题 叫做 解决一个畸形的问题 但是用那个速音逻辑 台湾翻译速音逻辑就是追溯原因的逻辑 那整个分享只有这两个生死 所以就这一页会比较boring 大家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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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去就好 激情的问题的话 其实很简单 什么是激情的问题 谈恋爱就是一个激情的问题 它之所以 叫做激情的问题 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就带有不确定性 然后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它没有一个很标准衡量的方式 它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它基本上是所有人看到最头痛的问题 但是在Design Thinker的眼里呢 他们就会发光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问题呢 它就是创意的源泉 如果说是一个被清晰定义的一个问题的话 它是不存在创意的空间的 比如说白比赛跑 它的起点跟终点 它的所有的规则 都是清晰的被定义在那里 不允许你打破它 所以在这样的问题里 你跑不过博尔特 就是跑不过博尔特 在现实的商业社会当中 这样的问题 只有你是提料大的公司你会获胜 只有你是资金多的公司你会获胜 对于那个创新者来讲 没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拥抱这样的一些畸形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它这个问题很畸形 所以它 我们如果用传统的分析性思维 比如说归纳于逻辑 归纳于推理这两种逻辑的话 我们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 原因是因为归纳于推理这样的逻辑 它是想寻求一个唯一的答案 它企图把所有不确定的东西变成确定 比如说那个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你是个是白的鸟 它一定不是乌鸦 像这样的逻辑 如果应用在这样的那种畸形的问题里面的话 它得不出这种答案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数音逻辑 我们去通过去问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迷思 这样的一个畸形的问题 来想出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它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 它出来的答案是多元化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只是在其中找一个最佳的解释 那每个可能性它都会应对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个比较好的解释 它所应对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就可以把之前的其他公司的解释 淘汰掉 所以这就是设计思维 那首先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先摆到一个大环境当中 这个大环境呢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 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以BBC它有一个纪录片叫Home 它里面讲说近50年人类的发展 其实已经超越了之前所有Generation 加起来所带来给世界带来的发展 那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变化当中 可以发现我们原有传统的那些应对方 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那些方法呢 已经在不停的被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迎面而来 那是越来越多的那些畸形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这个Test 这个是在心理学上非常出名的一个实验 叫做Candle Power 它基本上是测大家的那个Creative 它测你们能不能比较有创业的解决问题 那现在的话我就把规则说一说 大家一想到答案呢 马上就喊出来不用举手或怎么办 看看能不能超越那个Mark两秒钟的这个记录 如何把这个蜡烛固定在墙上 在蜡烛烧完以后 蜡不滴在桌子上 把桌子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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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固定在墙上 所以蜡烛要固定在墙上 所以蜡烛要固定在墙上 所以你去把桌子打开 只有蜡烛就打开 不是蜡烛要先固定在墙上 所以就靠然后上面找东西垫着 靠着然后呢 找东西垫着 找什么东西垫着 把头转过来 把头转过来 把头像转过来 那可能都是对的啊 但不如这个实验就别咋了 所以说大家想不出来 估计我们这一个小时就想这个 随便想 把蜡烛固定在桌子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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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那个烧化的蜡烛 然后把蜡烛固定在墙上 这个其实这个想法有人诱惑 但后来那个书上讲 这个想法就没有成功了 看来马尔克真的是很聪明 哈哈哈哈 用那个桌子和那个墙加动的啊 呃 也也也也不行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正确的 那反正这下就能吵啊 他的答案是说 呃 其实那个钉子呢 底下是盒子 那他就把那个 呃 他下给 所以所以其实那个呃 大家会发现那个呃 原来钉子底下那个盒子 都可以是拿来被用的 所以就是如果 原来是那个图像不太好对吧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拿钉子呢 把这个盒子定在墙上 然后这时候把蜡烛摆在这个上面 那烧完的时候呢 这个蜡烛就不会定在桌子上 那同一之间这个蜡烛 也是固定在墙上 那这个地方之所以考验 大家的那个创意思维的原因是 呃 大家要起 要能想到这个盒子呢 原来也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之一 所以呢 这个是需要大家有一点脑筋 转弯在里面 就是说呃 其实我要讲的是下面有一个 后来有一个叫做Sam Glassberg 他呃 他在上面套了一个对比实验 他找了两个controller group 然后一个人跟他讲说我给你钱 然后呃 比如说最先回答出来我给你20美金 然后另外一个组呢 他不给钱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说给钱的那个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还是没给钱的那个组先解决这个问题 谁解决的比较快 没有给钱的 啊 没有给钱的 没有给钱为什么 啊 你这样 没有给钱的举手 没有给钱比较快的举手 给钱没有 给钱比较快的举手 啊 那给钱比较多啊 我们现在说一说为什么给钱的先解决 谁举手的 你说啥 给钱的有务力危险 给钱有务力危险 啊 很好 传统思维 因为没给钱的为什么 比较理想 我就是觉得 就是如果给钱的话 就会有个压力 然后呃 反而呃 会逆顾了你的那个 创一次吧 对 那你要说一个人可以讲几次 你说如果每人只有一次 回答的机会 那你给钱的什么 你就要想多一点 去答 好 那你说一个人可以讲十次 那你给钱的就随便说 那些所有出来吗 啊 其实可以讲多次 但当当过我共同体实验的那个结果 在照片下里 那有个叫做 他又用作一个实验 叫做 caddle problem for dummy 啊 基本上来讲 他把那个钉子先摆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试人看到 都大概知道会怎么做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 他又找两个 一个给钱 一个不给钱 然后这时候给钱的做的比较快 还是不给钱的做的比较快 我们再举下手 给钱的做的比较快 举下手 好 不给钱 举下手 比较少 好 那基本上这个答案 大家都是对的 但他其他 他最后的结果是说 在一个需要有创意思维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给你的外在的那个鼓励越多 那个reward越多 你的效率越差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不需要创意思维的这个工作上面呢 你如果不给钱的 那就远远输别的那些给钱了 所以他给我们在生意场上 在商场上面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 在上个世纪 我们的工作大多都像是富士康里面的那种流水线一样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些重复性机械性的公式化 不需要创意的那些工作的时候呢 蜜塘和鞭子的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到了新的世纪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那些公式化可以解决的那些工作呢 都被一些机器的电脑什么取代了 我们需要用创意的思维来解决一些 刚刚讲的机型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传统的那些管理的方式呢 就不适用了 所以这其实对于那个商场里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惊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个老板的话 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摆在你面前 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说老板类型A 他可能会觉得说 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了理由 今年不用再发Goners 是吧 寒情默默的看着那个员工 他讲说我不发给你钱 原因就是因为我想把你配合成一个 更加有创意的人才 那 当然第二个正常的老板的话 他会思考说 那我不给你钱 你也不给我工作 那我给你钱了以后呢 你的效率越来越差 怎么办 所以他原本可能说 他的工作发工资 他就是做一个市场调查 有个平均数 配合今年我的业绩 然后通过那个公司 公司可以算一个 我今天要给你多少钱 一个非常公司化 一个传统的一些做法 那到了新世代的话 他迎接他的是一个 Weeked Problem 他问他说 我怎么样可以通过内在 来鼓励员工 提升他们的 创新的效率 那这个问题本身 他就是畸形定义 因为说 什么样的员工 什么样的一个industry 在未来13年 25年 如何内在的激励 内在激励是哪些 去激励他的 创新效率 创新是什么 怎么定义 效率怎么被衡量 他整个问题 他本身就是一个 畸形的问题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比如说 像Google那样的公司的话 他花了20%的时间 给你说 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他觉得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更有创意 那有的公司的话 比如说 像那个 微信一样 他在里面 建那个 滑滑梯 他觉得在一个 可以玩的一个环境里面 觉得当玩一样 你会更有创意 那有的公司说 他可以带狗 和带小孩 进来一起工作 他觉得这是你的家 在一个家里 你觉得这个项目 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会更有创意 每个人都在尝试 自己的理解 去理解 刚刚那个畸形的问题 不同的理解 他都有不同的适选 没有对错 他会有好 用不好 那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小米是一个 近两年 应该是在中国 创生最快的一个品牌 他现在那个市值 好像超过了 一百亿美金 是仅次于那个BAT 三家公司以后的 第四大互联网的公司 他的成功有很多原因 我今天只讲 他营销方面 在那个三星 在地铁站也好 电视上铺天盖地的 卖广告的同时 小米在传统的营销的渠道上面 几乎一分钱都没有花 他反而自己在搞一个东西 叫做米粉 以那个360的老板 周弘毅的话来讲 就是说 小米为什么会成功 是因为在初一期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他在干什么 那在他搞米粉之前 我们以为米粉 只是拿来吃的东西 所以这个米粉 他有多有多厉害呢 他每个星期 有三十万的手机 可以被四百万的米粉 在五分钟之内一定抢完 然后抢不完 抢不到的那些呢 上网骂两句 下个星期再继续抢 他怎么做到 他要建立起这个米粉的 这个群体的话 他其实 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他有一个小米的舆论坛 每天呢 他都鼓励他的工程师 直接去跟小米的粉丝去互动 去理解他们到底 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比如说 每个工程师 每天甚至要回复150个 贴子去解决那些用户的问题 去直接了解用户有什么问题 然后甚至用户会参与到开发里面 有很多米UI就是他的外面那个UI系统 是由那个粉丝自己开发的 开发完以后呢 上载到那个小米的这个平台上面去 甚至其他的用户可以下载 所以说小米给我们的启发是说 以前我们又有一个传统的对于营销的一种看法 就是在不同的渠道上面呢 投放资源来扩散我们的信息 而对于雷军来讲 他开辟了一种新的对于营销的一个定义是 我如何在新的时代里面 跟我的用户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是我的理解 其实任何的公司他都需要 在新的时代里面如果做营销的话 需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包括Valcony Salon 他是想跟你们建立一个 比如说inspiring so late 还怎么样的那种关系呢 不同类的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理解他就会应对不同的解决方案 那好的那个理解 所出来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把其他的那些理解 好代表 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经历过 就是微信的红包 大家都抢得非常开心 有很多分析的文章 有公布了一些大的风光维基 其中 我只挑了其中一个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些文章 因为大家的数字都不一样 其中有一个是说 他在三天之内呢 绑定了两亿张银行卡 做到了淘宝八年 支付宝八年才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是他几乎没有花什么钱 所以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的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人他可以感觉安全 可以感觉自足 可以感觉不需要再继续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有的人说是因为 游戏的规则在不停的改变 其实在我看来是因为说 这些游戏自己本身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被清晰的定义 每个人不同的理解 他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所以这些问题 在我们将来会遇到的最多的 它就是叫做畸形的问题 我们要应对这样的问题 传统的分析性思维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提升它 把它提升成为设计思考 那在开始讲设计思考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花点时间看看设计这个学科 给一点背景的信息 首先也是问一个畸形的问题 什么是设计 大家觉得这本书里面讲说大设计 其实是霍金在讲宇宙 你觉得这个设计算是设计吗 算是我们讲学科内的设计吗 我们再看下一个 大家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 大家觉得对吗 我看有很多人在点头 再看下一个 这里大概还有20多个 到最小的可能说发型设计 你觉得那也算是设计里面其中一个吗 都算了 非常多 所以下一 基本上来讲 像这样的问题 大家都会很头痛 因为它是机型的问题 很有可能就不知道那个什么 此说的 道可道 非常道 你只要说它 它一定是不全面的 当然其中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是它的优势 设计学科的优势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对象 所以它的学科也没有边界 这也是为什么从这个学科上 提升出来的设计思考 大家可以拿来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没有任何的局限性 然后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 通常在设计学里面 它不会有什么定义 这些问题 因为定义其实不重要 就是拿来被你重新理解 重新颠覆 那这个定义我就非常喜欢 它就说 任何人只要是他有一系列的动作 他企图把一件事情变得更好 那他就是设计师 所以不妨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把自己当作设计师就好 反正现在不流行跨界 那个大胆 大可 就是去 在自己的工作上使用设计思考 然后把自己当作一个设计师 那下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机型的问题 什么是一个好的设计 我会给大家看三个高能门的壶 这三个壶呢 首先第一个呢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烧茶的 然后它外表呢很圆润 然后透明的 然后底下呢可以点火 但点火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这里会烧嘛 会滚嘛 所以这茶叶呢也在里面翻滚 那基本上来讲呢 在烧茶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动态的美 这是第一个壶 亚务服呢 它功能呢 比较奇特 当它第一个状态摆成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会有个暗槽 这个时候你摆茶进去呢 它就藏在那个暗槽里 当你把水倒进去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滴成这样 这时候这个暗槽呢 里面的茶呢 跟这个水呢是接触的 所以这时候可以泡茶 那你泡茶呢 经常比如说红茶 我只能泡一分钟 或者什么有这些 有这些那个限制在那里 所以倒一分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那个茶壶呢 沥起来 沥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茶叶呢 跟水就分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品尝那些茶的味道的时候呢 它是最完美的 然后第三个茶壶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把手呢 跟它的这个出水的那个嘴呢 它在同一个方面 它在同一个方向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肯定知道 这个茶壶用不了 就是玩 就可能耍人的 因为你在倒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水 又会倒到自己的那个手上 会烧到自己 所以呃 这三个壶的话 到下一页 所以这三个壶的话 大家有没有想发表一下意见 觉得说哪个是好设计 哪个是不好设计 然后讲一下原因 随便讲 我觉得第二个不知道 为什么 第二个就是非常实用 然后第一个就是完全去美国 完全去上一个技术 三个就是完全不实用 第三个完全不实用 所以实用力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 很重要的情况 第一个呢 那个手每个地方会进水 而且不烫手 第二个呢 要掌握那个水 跟茶叶关系 三个就 我们可以赚吧 它好像不可以赚 三个都不可以赚 都不赚钱 其实有可能是对的啊 因为这个作者呢 他说他平时在那个 平时在核查的时候呢 他都用一个日本 一个一按呢 就在那里滚水的那个东西 这三个都不用 白不开 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想法吗 其实大家基本上在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有点感觉到 在设计里面就是没有靠谱的答案 所以不用追求说 一定哪个就是正确的答案 其实三个水服呢 都有自己的价值 先讲这个 它是行为上的 大概来讲的话呢 你如果在家里买菜刀啊 或者买剪刀的时候呢 你会非常考虑它的这个实用性 它这个功能上的 然后中间那个呢 是属于视觉上 属于是美观上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能买了一些衣服裤子啊什么时候 会比较关注这个价值 它在那个 最后那个呢 它是有反思层面的 这些东西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一些 因为大家始终认为它就是一个垃圾 对吧 但其实那个作者呢 他把这个水服放在家里的时候 他觉得每次朋友来 把这个水服拿出来 大家当成一个 谈话的一个话题 大家就开始聊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就在聊 人事态度啊 比如说你看why not 对吧 我这人就比较开放 或什么 那那些呢 除了你的美观 跟行为层面以外的那些 反思层面的东西 它也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说 一定要有一个定义的话 就是设计它是contextual 就是说 一个好的设计 可能对于这个人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它是好的 也放到另外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下 它就是不好 所以就为什么 经常有人讲说 设计要以人为本 那同样 这也是那个设计思考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就是 比如说你在帮一个老人 解决问题 你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应该怎么理解 怎么样 那其实是irrelevant 你应该从那个老人的 那个角度出发 看他是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从他的角度呢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之后其实会介绍一个工具 关于这个 那就是这个问题 对 那就是这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问题